刚接触PS5的同学不知道玩什么 这个视频我给各位推荐几款不错的游戏 使命召唤19和20的剧情模式 这是我目前认为非常好的射击游戏 画面好 游戏简单 玩法新颖 不重复 手柄振动 体验好 缺点是剧情有点短 每一代只有15关 如果只玩剧情 价格算下来就有点贵 所以建议买盘 另外有的地区还需要加速盒才能进入剧情模式 最后生亡者1和2的PS500 这游戏非常有名 画面是第一梯队 索尼第一方作品 标准的3A 甚至超3A的游戏 就是玩的时候有点憋屈 总是潜行 以少胜多 不是那种很爽的感觉 神秘海域4和女贼的DLC 游戏简单 有辅助描准 玩游戏像玩电影一样 有点古墓丽影的那个意思 但实际上不一样 各有特色 如果你没玩过 非常推荐 剧情一共20多关 有的时候有点单调和乏味 只适合玩一遍 战神4和5 买了PS5一定要玩一下战神 索尼的第一方游戏 画面和优化没得说 你可能不喜欢 但是一定要玩两三个小时以后再放弃 对马岛之魂 买了PS2档会员 一定要体验一下这款游戏 索尼PS2档会员价格虽然有点贵 但你只要通关两到三款游戏就只会票价了 据我了解很多人都通关了对马岛之魂 而且口碑反馈都不错 你可以试一下 蜘蛛侠 目前一共有三座 非常推荐的游戏 但是也有人玩不进去 总之你可以试一下 二党会员里面有黑蜘蛛 目前新出的二代整体表现非常好 但也推荐买盘 通关之后再卖掉 双人成型和麻布仔大冒险 都是本地双人游戏 也是非常有名的 制作也很精良 值得一玩 但是现在双人成型已经出库了 数字版史低是70多块钱 麻布仔大冒险现在还在库里 可以试一下 荒野大标客2 这游戏目前在PS5上只有4K30帧 但是PS上的那个30帧 和PC的30帧 流畅度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iPhone60帧的屏幕 和安卓60帧的屏幕 流畅度也是不一样的 荒野大标客2 这游戏太有名了 发布了这么多年 热度依然不减 建议买光盘版 150块钱左右 宇宙机器人 这是一款免费游戏 可以从国服PSN 或者港服PSN免费下载 我很喜欢 有点像任天堂的游戏 适合全年龄的玩家 建议各位在买了PS5之后 在买游戏之前 先玩这款游戏 好好地体验一下 PS5手柄的魅力 老头华和只狼 这俩都是TGA年度游戏 但各位要注意 它们都是高难度游戏 不推荐给手残党玩家 这种魂游戏 和上面说的 使命召唤游戏正好相反 COD使命召唤这种游戏 人家在设计游戏的时候 会想方设法 让玩家通关 给玩家更强的武器 增加提示减少敌人 但魂游戏 在游戏设计的时候 是想方设法 不让玩家过去 玩家很弱 敌人很强 还多 还没有提示 而且当玩家正要 马上要赢的时候 游戏还给你挖个坑 游戏设计充满了恶意 来增加游戏难度 目的就是为了玩死玩家 但即便如此 仍然有很多人喜欢这种 充满恶意的高难度游戏 反正我是享受不了这种刺激 好 以上我就分享这么多 算是抛砖引运 各位看官还有什么推荐 欢迎写到评论区